我和你说啊 这个礼物真的别具一格 你这辈子肯定都忘不了的 于谦凡鲜少见到丽瑾 对礼物这么上心的样子 面色温柔地拆开礼盒 然后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丽瑾 你以后不想送礼物 大可直说 丽瑾惊了 探头往礼盒里一看 脸色顿时和里面的礼物 一个色了 里面是碧海云天 没有错 通体碧绿 绿到人发慌 这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是李姐给我舅舅准备的礼物 我在办公室拿错了 于谦凡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像是并不相信他所说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马上给我助理打电话 这该死的碧海云天 我马上就送回去 这应该是我舅舅的东西 丽瑾立刻掏出手机去打电话 丽总 你不是已经回家和于总一起庆祝节日了吗 那什么 李姐送我舅舅的礼物 和我送给于谦凡的礼物 怒混了 很快助理就登门了 快快快快 拿走 丽瑾非常嫌弃地 将礼物塞到助理手上 助理趁机就将一盒东西 塞到了丽瑾手上 丽瑾 你让我临时去买别具一格的东西 我是真没办法 但是我还是买了点别的凑合一下 先将就着用吧 丽瑾这次留了个心眼 先打开礼盒看了一眼 很好 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很正常的巧克力 丽瑾抱着一大盒巧克力走过去 哥哥 吃不吃巧克力呀 抹茶巧克力 那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不吃抹茶巧克力 不过 怎么就光说我呢 你给我的礼物呢 于千凡站起来往外面走去 走 我带你看看给你的生日礼物 你不会给我准备了什么 漫天玫瑰花瓣什么的吧 丽瑾坐上车 麻溜地绑上安全带 没过多久 直到于千凡停在了一片黑乎乎的空泡场地上 车灯也照不到太远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于千凡伸手摁了汽车喇叭 一声过后 丽瑾面前突然亮起了刺眼的光芒 丽瑾下意识地挡住眼睛 在睁开的时候 看见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巨大庄园 欢迎先生夫人回家 我认为您是什么地方 接近于我们下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